我们今天因为让各位最简单的部分 一定都会随属于实际上做的课程 那请各位来领一下那个网路摄影机 因为TC版它是没有网路摄影机的 麻烦各位来领一下 这个解析度没有很好 但是我们就是做个练习的药 带笔电的也药 为什么 因为你的笔电不能用这种方式 让你在用你的笔电你才知道怎么切换 如果你用笔电的话会有两个地方 那你要知道怎么切换 我先讲一下 因为今天同时会要录影 所以稍微注意一下录影需求 照顾那个只能看线上录影的老师 我先讲一下最简单上网的设备 唯一一定要有的 就是那种有脖子的网路摄影机 有脖子的网路摄影机 在讲台上面操作 然后网路摄影机直接对着讲台 这是最最最简单的网路 教课的方法 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 那个镜头可以转动方向的这种 网路摄影机 或者小型的携带型食物投影机 所以有钱的人买这种 没钱的人怎么办 就是刚刚你借记的那种 刚刚你借记的这种 这个比较便宜 这应该是手材差这个 这纸细度比较高 你这种纸细度稍微高 比较大约有钱的话 那这个是有脖子的 那如果 如果你家里已经有像这种的 一般型的网路摄影机怎么办 因为它只能放在屏幕上面 对不对 它没有办法转任何角度 那怎么办呢 各位有看过 手机夹 懒人夹 手机的懒人夹 就把它夹在上面 你就可以转任何一个方向 这样了解 所以这样子搭配也可以 这样搭配也可以 那如果你完全都不想花钱 完全都不想花钱 然后各位你的手机 也可以当摄影机 手机也可以当摄影机 但是手机当摄影机的技术门槛 稍微高一些 因为你要多安装一个软件 多那个 没有啊 7000 7000 那你应该啊 前年早点认识我 因为前年又介绍一机老师去 他每天 他每年也会送一机给天墙的老师 这个现在 现在那个V4K 就是解析度有达4K的 大概是3200多块吧 然后没有4K的那个200万画素 那个我觉得那个就够用 那2000多块 但是另外那个解答有一个玫瑰金的 很漂亮的 那个也是差不多3000多 但是你到铺浪客团购架2490的样子 所以 所以 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行情是这样子 那反正你就是要有一个脖子 可以弯的 可以动的 动网路摄影机 是最方便的方式 接下来呢 我们的网路摄影机 你要装到Windows的电脑 基本上现在都不需要任何驱动程式 所以请各位把网路摄影机 直接插进电脑里面 把它的USB线直接插进去 它不需要任何驱动程式 但是 你在使用的过程中 MIT本身有 可以 可以收到镜头 然后 然后 然后如果 你有两个以上镜头 或者是 你现在不是用MIT本在上课 那你要 你要用另外一个镜头去上的话 那网路上有 有网页式的 就是你开机某一个网页 它就可以使用一个镜头 然后也有那个Chromebook也有 或者是Chrome浏览器也有APP式的 然后 也可以下载Windows的软体 那下载Windows的软体 这一种解法是 解析度最高 然后应用最短 所以我们等一下先来 趁各位 在安装的时候 我们先来下载一下 我把画面转播一下 各位还记得我们上次的 下载的档案的地点 在我的网页 所以找一下我的名字 那一样在右手边 第一个资料夹 所以你从这边进来 那个 上次的东西你们有下载过了 应该是不用再下载 那等一下要用的是这一支 Visualier 这个这个是 那个网路摄影机的全功能的程式 那这支程式呢 是IP EVO他们公司出的 那不管你是什么厂牌的都可以用 它不分 不分 所以请你把这一支 下载回来 好 那你在下载的过程中 我们再来继续交换 请各位先操作一下 好 那下载回来之后 你可以直接把它点两下安装 那 刚刚这一个是全功能的 的软体 那我们先来看看 如果 就是不需要安装软体的时候 我们是 怎么样可以开启它 那 网路上 有很多这样子的工具 那最简单的 其实我们开克隆浏览器